对于拿着刀剑的同伴 手持不枪的吸血鬼十分不屑 知道为什么刀剑全在博物馆吗 因为现在人类用的都是这些 说着雨点般的子弹 便打爆了弗莱维身后的一众感染者 这一次红衣吸血鬼反而成了守旧派 他觉得刀剑就已经够了 不需要这些花里胡哨的 可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弗莱维面前 是前几天还在被吐槽落后的骷髅舞创始人阿德拉 此时他换了一身形头 手拿步枪 他告诉弗莱维在接触到这些武器之后 他才真正的意识到自己曾经用的什么舞蹈 什么呼吸 什么训练是多么的可笑 时代变了 现在这才是真正该用的东西 可弗莱维却觉得如果这些武器有用 为什么创造他们的人类还是败给了丧尸 而回答他的是阿德拉近乎360度的快速射击 他说因为人类做不到这些 因为那些丧尸会攻击人类 而对于吸血鬼丧尸全部都是打靶的装子 说着阿德拉秀起了吸血鬼拿到枪弹的优势 辗转腾挪飞行射击超出人类的第六感 瞬间的功夫阿德拉便扫倒了一片感染者 看到这一切的弗莱维姐妹顿时来了兴趣 阿德拉也适时递给了弗莱维一把手枪让他试试 阿德拉说相比骷髅五步的训练打枪可轻松多了 只需要瞄准感染者的头部然后扣下扳击就行 于是弗莱维拿起手枪开始了他的尝试 枪支的后座力对于吸血鬼来说很好把控 这也让弗莱维第一枪就打爆了一只丧尸 接着是第二枪第三枪第四枪不需要挥砍 只需要动动手指五六只丧尸就倒在了地上 这一切让弗莱维感觉真的太棒了 而且使用枪支根本不用担心丧尸的血液会近距离剑射到身上 看到弗莱维这么尽兴莱拉走过来拿过手枪也想试试 在抬手间就轻易干掉一群丧尸后莱拉狂笑起来 过去他确实很讨厌那些拿着枪的士兵 但真正开始用这些东西的时候感觉真的爽翻了 无论是瞄准还是控制后座力 这些需要人类长期训练才能获得的技能 对于他们来说仿佛就是天生的 虽然这些武器是人类发明的 但好像真正的适配者是他们吸血鬼才对 说话间莱拉的子弹已经打完了 阿德拉健壮停下攻击 开始知道莱拉怎么更换子弹 掏出一把各种类型的弹药后 阿德拉一懒得着了 他直接扔给莱拉 接着继续投入到自己的战斗之中 他其实也想把子弹归类 但时间不允许 阿德拉感觉如果枪支能像弓箭一样 可以回收子弹就好了 就这样说着 阿德拉手里的步枪突然熄火了 他原本以为子弹打完了 结果拿出弹侠一看还有子弹 看来是卡壳了 可对于这种情况 根本没有经过任何真正训练的阿德拉 完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他只能像猴子一样 用最原始的方式打砸枪身 试图恢复射击 在尝试了几次无果后 阿德拉直接将步枪当作烧火棍扔了出去 然后又从口袋里掏出这把手枪继续射击 看着一旁弗来为不解的样子 阿德拉安慰他没事 自己还有不少存货呢 说话间 他又扔掉了两把射完子弹的手枪 接下来的是他最爱的大杀器 说着 阿德拉掏出现弹枪 直接轰烂了中边几个感染者的脑袋 对于人类来说 根本不可能在时潮里近距离发挥喷子的威力 但对于吸血鬼来说 这简直就是良神打造的 可接下来 阿德拉却发现自己好像没有多余的线弹枪子弹 于是这把枪也被抛弃了 看来子弹确实是个大问题 这时一个拿着线汤枪的吸血鬼走了过来 他表示 有些吸血鬼真的太蠢了 以为武器越先进越好 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子弹怎么寻找和归类 还不如自己手里的这把老家伙 只要有火药 只要能塞进枪管里 什么都可以当成子弹 不过也没有办法 毕竟有些吸血鬼 没有怎么接触过枪支 对了 他们除了丧尸 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 就是吸血鬼军团 弗莱维连忙询问 他见过吸血鬼军团了吗 然而那个吸血鬼却表示 自己也只是听说 说着 他扣下扳机 面前的丧尸 顿时被枪管里射出的铁丸 打爆了脑袋 其实这个吸血鬼 在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接触到了线堂枪这种武器 但那时的他不在意 随着时代的发展 他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都没有见过这种老古董了 直到灾难爆发后的一天 他在袭击了一个躲在家中的人类后 他又看到了这个老朋友 那个人类应该就是传说中的 复古派 喜欢收藏复刻老祖宗的东西 而这把枪 以及这件衣服 都是那个人类收藏的 精良而功能齐全的复刻品 不过此时弗莱维姐妹也发现了这把枪的缺点 就是上弹的时间太长了 可那个吸血鬼却否定了姐妹俩的想法 因为上弹慢是对于人类来说 而他 吸血鬼 谈笑间就可以完成三次上弹 顺带着还能打爆三个感染者的脑袋 相比人类 吸血鬼还不用担心被丧尸攻击 正在这时 那个士兵吸血鬼发现自己的铁丸用完了 但没关系 他说过这把枪的好处就是什么子弹都能用 火药更不用担心 因为现代的子弹基本都带这些 就那样 那个士兵吸血鬼唱着歌 又将一些子弹的弹头弄了出来 为了加大威力 他还把一个弹头卡在了激发口上 这把枪的好处就是什么子弹都能用 永远 可伴随着枪响的是一声清脆的爆炸声 那个吸血鬼的歌声也戛然而止 过量的火药和弹头冲破了那把老古董的极限 炸糖的威力直接轰飞了那个吸血鬼的半个脑袋 可对于同伴的死去 其他吸血鬼倒是没有任何同情 他们摇着头感叹 真是一个蠢货 好了 今晚的战斗也就到此为止吧 可弗莱维觉得没必要停止吧 距离早晨还有好几个小时呢 他们还可以杀更多的丧尸 可是面前的几个吸血鬼却个个表示 累了不想干了 明晚再说吧 换把枪再说吧 眼看那几个吸血鬼就要离开 面前的尸群却陡然爆裂炸开 这时一个头戴被雷帽的吸血鬼从火海中走了出来 他告诉面前的吸血鬼们 现在起没有他的命令 谁都不可以撤退 在场的吸血鬼从现在起 每一个都是吸血鬼军团的一员了 干嘛 ings 。 亚优贤